无论在俄罗斯甚至整个花华界 都没有人敢在花华三套娃面前称大吉他 如果有那这个人一定是他 他就是被兵民们称为花华妖精的梅德维杰娃 兵民们都说花华女神有很多 但是花华妖精仅此一个 1999年11月19日 梅德维杰娃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 是一名俄罗斯花样华兵女子单人华运动员 他曾在2019年在大奖赛中凭借邪魅一笑 俘获无数男同胞的芳心 不少兵民们打着为了国家和平的旗号 纷纷表示要去与其联姻 当然这其中也是包含了懒洋洋在内的 就是这样一位美少女 2015年1月参加世界青年花样华兵锦标赛荣获金牌 同年10月获得世界花样华兵大奖赛美国占金牌 12月夺得世界花样华兵大奖赛总决赛冠军 就此开始征战世界各大赛场 几乎只要有他在的比赛 领奖台就有他的身影 他的每次出场都有不凡的气质加弹其中 他的颜值也是相当高 民间更是流传一句话 梅德维杰瓦史与花花盛的颜值 你摇摇我不忠惊 人手里心收心 拥扬孤心难尽自信 我清醒 张华英 暗血痒痒我笑问你 进过去 我落地 中方描不过的王主里 山水里 我梦梦的 梅德维杰瓦也从未让兵迷们和懒洋洋失望 他的花花水平一直突飞猛进 刷新世界记录的同时也是记录保持者 梅德维杰瓦已出到即时巅峰的状态征战沙场 不愧是俄罗斯花花的一代领军人物 然而可惜的是 梅德维杰瓦在不久前正式宣布了退路 即便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梅娃的精彩表演 懒洋洋也会把梅娃以前的精彩表演呈现给各位大罗 下期想看哪位花花女生 欢迎评论区留言